最后生还者PS5重制版入库了 目前这个游戏的实体盘二手的还卖300多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游戏 我个人感觉比二代要好玩 如果你没有体验过 有二档会员 有PS5可以下载玩一下 最近几个月PS5这个会员库游戏 入库阵容确实很糟糕 很多玩家都不满意 但是索尼它对这个二档会员游戏 有自己的定位 很显然它只适合PS5的新玩家 而不是老玩家 老玩家喊破喉咙都没用 如果你新买了PS5 以前没接触过PS游戏 可以办一个月的港服二档会员 60多人民币吧 或者等到黑五圣诞春节 这几个时间点大概能打个7折左右 办个一年的二档会员 大概500左右人民币 PS二档会员里面有很多经典游戏 比如这个月的美墨一重制版 上个月有巫师三 还有遗迹二 之前还有大表哥二 逆转裁判卡卡罗特 神话危机的二和三 最早还有死亡哥浅 对马岛之魂 玉璧的刺客信条系列 孤岛惊魂系列 还有索尼第一方的战神四 蜘蛛侠 锐奇雨叮当时空跳转 神秘海域 还有古墓令等等等等 这么多经典大作 够一个新玩家玩一年的了 如果这一年内有两三款游戏通关了 就只会票价了 那一年之后怎么办呢 可以不续费会员 去体验那些没有入库的游戏 买实体盘或者数字版游戏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新玩家参考